金刚经是佛祖跟须菩提的对话 佛祖曾对须菩提说 等你开悟之后 把金刚经里最核心的四句话 解释给世人听 让更多的人都开悟 这就是莫大的功德 那这四句话是什么呢 第一句话 若菩萨有我像 人像 众生像 受者像 皆非菩萨 也就是说 菩萨若对自己起看法 对人起看法 对众生起看法 对受者起看法 那他就不是菩萨 因为这些都是世俗之人 他们不是人们向往中的圣者 第二句 凡以色败我 以音声求我 是人行邪道 不能见如来 意思是说 凡是看到我 就败我 或者听到我的声音 就来求我的人 都是执迷于佛所的表象 佛本无相 像有我心生 执着于幻象的人 永远都见不到如来 第三句话 凡所有相 皆为虚妄 若见诸相非相 则见如来 意思是说 如果一个人 不再被事物的表象所迷惑 能看透各种事物表象背后的本质 那就相当于 见到了佛祖的真身了 所谓如来 并不是一个人 而是一种 能够看穿真相 和本质的状态 第四句话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套影 如路易如电 应作如世观 意思是 一切能够被表述出来的方法 都不是永恒的方法 就像露水和闪电一样 随时都会破灭 一旦抓住世间的本质和规律 一切表象在你的面前 如梦幻套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